那你找老伴有什么条件 你家里有什么状况 而你是是不是 那你是怎么想的 都得说是不是 现在我也说不出来 我也不说了 你不说 你别吓我 咋的妈说 咋的妈说 大爷大妈来相亲 见面大妈那嘴就像开了机关枪 秃秃的没完 吓得大爷直接抬屁股走人 真是坟头上耍大刀 吓死个人啊 今天来相亲的王大爷 今年77岁有房 这个是以前我老伴住的 过来看看 老伴小时还不睡一个屋啊 为啥呀 住平坊下住一个屋 上了楼的时候 都不俩屋嘛 我这是冬天房 那为啥上楼了 还不住一个屋了呢 是老伴身体不好啊 还是咋的 我脾气隔路点 脾气隔路点 也那么大年纪了 还隔路啥呀 我说你也不说我姑娘 老了气了 给我那小气老鼻子了 不管啥事的话 都压着我 那我也不烦她 那我也不烦她 你愿意这么压我 这么压我 这就过了五十多年了 你看那个包圈在外 在哪呢 我看看 长得漂亮啊 哎呀是啊 真漂亮 虽然老伴性格格落 脾气暴躁 大姨就把老伴当做手里的宝 因为她心里明白 是老伴的心里苦 只有她能理解 有个小子 十五岁那年落水艳 他们去了六个孩子 就顺着江边哈 一大多生人手 跑着玩 互相捏着玩 吐一眼吐吐吐吐 全吊了一个大坑 老鼠在那样高的 拿了件 破棉袄 就给孩子干了 身为父母 看着儿子冰冷的尸体 对他们来说 是天大的打击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哀 又有几个人能承受住呢 王叔跟胡娘说 从那以后啊 他的老伴就变了 脾气就好像有点暴躁 性格有点变了 所以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事 然后后来你也挺 就一直很包容他 很容忍他 也对 人世间最痛苦的是 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 虽然失去了唯一的儿子 大爷也很痛苦 但是在老伴面前 他只能强称坚强 他知道如果他垮了 这个家也就散了 没办法 我也想了 我该伤疤还是伤疤 你是不是也怕 你当他面 再表现出什么 他会更伤心呢 嗯 时间不可重来 已经发生的是我们 无力回天 作为家里的顶梁柱 大爷只能如往常 正常上班 每次想起小儿子 大爷都会拿出唯一的照片 躲在角落里留言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这是小儿子 就那是眼睛那个 那是照着全家糊 没办法 我特别能理解 真的太难受了这种感觉 打击太大了 我现在吧 也活够了 不想活了 这种感情的生活 没想到的是 这时老伴查出了肺癌 大爷的天又塌了 我走了 我是想的呀 我就看那次 瞅眼 后来我有时候喊 老徐然你回来吧 春节下 吃饺子下 我有哭 无缘无缘不动 大爷 我都行吗 回想曾经 大爷几乎都活在阴暗的世界里 往前看 大爷又觉得人生一片渺茫 毫无奔透 更是无法从伤痛中走出来 日子过得度日如年 你现在过那个劲儿呢 我感觉现在也没过那个劲儿 一半会过不了啊 长大都找伴儿的呢 才孤单的 没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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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还总想他 你这样 你总压抑着 自己心里边也不得劲儿是不 对 那你现在想找啥样这样 能过艺的 两个人互相能照顾点 这样 七十左右顺儿的 体格好点的 能处那也行 了解完大爷的情况后 红娘找到了今年68岁 退休金每月一千元 有房三间大瓦房的里的吗 这么大的院呢 我就喜欢这个地方 我可喜欢 后边就散 完了 院里还有缺眼 就是缺眼水 我自己又真的缺眼水 是吗 用纯净水 缺好样 这是欢迎我们吗 他用生眼 反正来不愿意眼 他就叫我 这大院可真好 完了羊几十几 四十几 往下半吃以后都吃 四十几 两只鹅 多少个羊 还有六个小 拆九个羊 除了照顾家里的羊群和鸡羊 大妈还要一个人打理这个大院子 每到夏天都会种些使令蔬菜 大妈说的生活在这里不仅能修身养性 还能搞搞创收 简直就是一举两得啊 一个这山就干了就放了 他们自己上山 那直到回来呀 直到到点就回来 还认家门 真的直到 哎呀妈呀真通灵性这个东西 像那个鸡鸡奶 完了卖点奶 这奶还能 他的羊奶还能卖 都上我家来求的 可能是我这个放的绿色食品 直到我不参加 反正也是纯绿色 然后你自己也能喝 还能卖点钱是吧 完了可不了就卖 感觉你好像把他们都当像家人似的 还请家人 还借 头续是那两年 我设的打击挺大 他时间长有羊陪着我 我设的还行的 八年前 大妈的老伴因病离世 从那以后家里的这几只小羊 成了他的精神寄托 所以在找老伴 大妈的态度很明确 老头必须得到插门 不能上楼 以前他们给我介绍几个 让我上楼 我说那我间接不去 我也想不掉那个 我也不喜欢楼 对啊 我就喜欢这种生活 你们 不管是谁 要找 你就上得来 你就 要我间接不同意 也对这地方 去我买楼也行 也能 再说这房子卖 也能卖个三十万二十万 也要买楼行 我就不喜欢楼 真的假的 这地方能值这么多钱吗 农村的地啥时候能买来了啊 小咖才输学钱 不懂就问 欢迎董的老铁在评论区给小咖留言 好了 我们继续了解完大妈的情况后 红娘就把王大爷带了过来 话说这是一路人吗 可红娘说了 为的就是给大爷换个环境 这啥原来叔家也是住那个地方 只不过是在那个市里那块 他现在住的是楼 但是在家前我特意问的叔 想不想住就是回地方啊 叔叔说到哪儿都行 回地方他更高兴 因为他夏天的时候喜欢钓鱼啥的 然后这边这个院啥子 就都是那个姨自己找 柴花啥子也是 是不是挺能干的 挺能干的 然后那小羊圈了那会儿哪儿瞅瞅去 走 看看羊 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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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啊 走那个 六小转三个大的 快进吧 下雪进屋吧 下雪进屋吧 进屋吧 进屋吧 两人见面后 连大爷姓啥名啥都不知道 大妈那嘴就跟机关枪似的 巴巴开炮 迫不及待的 开始给大爷安排工作了 总之来我这 你就得像蚂蚁的腿轻快 我这个条件怎么样 有时候我忙着放羊 你家里零的巴塞就活 休息得干点差不多 这啥活着 别种菜地 然后外边还要几个小片 种菜地不就撒个种子 然后出个草 那不行啊 那你还得给它个耕 先给它个裂一点的 你就来着又有活了 马上给人个下马尾啊 那就是啊 这一来着我必须不需要的干啥活 我自己啊 别人干活我还看不上 必须得瞎喊一点 你干这干那来着 你要成熙和咋过 你就不怕这些活 对不对 你要不成熙 那你一下下跑 还是不成熙 来了给我介绍好几个 我都这么给它吓跑了 可拉倒吧 老头要是心里有你 不用咱刀壁刀 自然就会干 人家又不是拉离的老牛 时不时的还得让你抽两下子啊 没干过 一般成的人都会干那个活 但是小来小圈的 是不是能帮着大把手啥呢 传的我还讲的 就传的行 我说这个能损吗 一把人他来的适应不了 因为啥子这活麻烦 不是说我今天干完明天我就不干了 挺复杂啊 熟能适应农村的环境不 慢慢的呗 慢慢来呗 不是慢慢喝 你不是说慢慢的 千万能想好冬天这屋里挺冷啊 冬天把门说哈 上我呢 我那楼 那我绝对不能答应我啥呢 我给我介绍多少个都让我上个 我坚决不答应 我真丑话从小来 适应不了这个环境 对来的 我不能同意 你又觉得你有点着急 真是鸡屁股里掏蛋 够心急的啊 看着大妈把喝瓦凉的落 红娘赶紧打圆肠 可大妈傻小子拧绳 越说越上劲打不住 有啥 咱丑话说说想 我说到现在不多 但是冬天这个一般人适应不了这个平常 早上去的动手动脚 冬天就这个厨房子上到 行行咱咱先进屋 啊 进屋聊啊 咱先坐这吧 行吗 坐这好好聊 爱马可算是让人进屋了 落座后 红娘赶紧转移话题 不然大爷保准被大妈给吓走 没成想大妈问题更激烈 吓得大爷抬屁股就往外跑 那你找老伴什么要有什么条件呢 你家里有什么状况啊 儿女是不是是你啊 那你是怎么想的 都可以说海是不是 现在我也说不出来 聊聊看你 你怎么有什么想法 我也不说了 你不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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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话也听调 听调 听调 叫嘴巴巴的 嘴巴巴的 你这感觉说不过他呀 说不过他呀 这个阿姨就是个直性的人 可不是吗 抽到断水水更牛 跟你过日子我发愁 都这岁数了 就是想找个能说贴心话的 可不是来受谢当免费苦力的 总之这荣华富贵咱不配 还没等两人落碗 急性子的大妈又坐不住了 说啥也要出来凑凑热闹 好 老爷子什么 什么意思 老爷子什么的 这是我大多问问吗 又着急了姨啊 说姨的性格多着急 急了 别着急 幸福幸福 我看了放到月去 找姨的性格确实是有点急 一号 我一看拿我拿我都没想到 这种我来不了 性格也不喜欢 我感觉她的性格 这种情况里 这年我是有点毛病的话 她呀 别人见你呀 可能还要厉害 不管做硬事儿 我要是出现点什么事儿的话 她可能别人见你呀 还要忙 对于大爷对自己的评价 大妈直呼老头绝对看楼眼了 我虽然性子急 但绝对不雕 我都不雕气是不挺好 可是人家对我印象都挺好 你刚才说话气是挺大的 我就把她吓了 把她吓了 可不是吗 真怕大妈说激动了触发个暗器攻击 把假牙飞出来打人 既然不是一路人 就别耽误大妈干活了 你这么远来跑到这么大姿势 没事 当六个玩的 当六个玩不是 你不知道玩是不远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滴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小咖 咱们评论区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